Hello 你好 我是劉奶爸 通常我們在刊登臉書廣告的時候 都會從右上角這邊點進去 然後這邊有個建立廣告 然後建立廣告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這個廣告管理員的頁面 直接在這邊 一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它就會往下一直走下去 所以呢 假設說你們今天是要點擊之後 然後連接到你的網站 通常我們就會用這個流量的方式 所以就可能點擊這個 然後這邊去設定你的活動名稱 然後按繼續 然後這邊就會讓你去選擇受眾的對象 這邊 大概先跳過去 我主要是要講說 為什麼有些同學他們刊登完畢之後會發現 我的那個刊登的廣告 為什麼我的臉書專頁裡面並沒有出現 原因是在這邊就是 選一下剛剛的 穿衣小豬 這個日韓服飾 這是一個學生他的粉絲專頁 通常我們就會在這邊開始做 你的廣告素材對不對 這邊上傳你的圖片 我現在先隨便選一張圖片好了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廣告刊登出去之後 這邊按鈕這些我們之前都交過了 按下單 下單之後呢 這個廣告你會發現 那為什麼你會發現 那剛剛刊登的那一個頁面 那個廣告素材啊 其實在你的這個粉絲專頁裡面 並不會出現 並不會出現 可是這個是我昨天晚上才刊登的廣告 然後你看這邊 有刊登廣告的話 這邊就會秀出來自主 跟付費有沒有 自主138就是表示 他自動去曝光觸及的這個粉絲團 本身在免費狀態下去 觸及的人數是138人 然後付費呢898人 就是我付了廣告費用之後呢 去觸及的那些陌生人 也就是那些人 並不是這個粉絲團的粉絲 有898人 大概一個還不到一個晚上的時間 幾個鐘頭而已 所以這個廣告 為什麼它可以出現在這個粉絲專頁裡面 因為我們的方法 其實不是用剛才的這一種 在裡面上傳素材 不是我們不是選這個 你要怎麼樣才能做到像這樣子 在臉書這邊看得見 然後在這個廣告應該怎麼去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回到最上面的這個目標 你看它的順序做完之後 就一直往下一步到下面來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第一步去 不要去選這個方法 你要選的是 你要選互動 你要選互動 然後這邊有個貼文互動 然後再按繼續 這個上面這些 我們以前教過就先教過 我主要是要講 它的不同點在哪邊 好就是這裡 我們去選擇剛剛那個 穿衣小豬 就是這裡 它會要你去選擇說 你這邊有一個選擇粉絲專頁的貼文 好 它會列出你之前所有的貼文 然後呢 你就去選擇 你要刊登貼文的那一個廣告 你要曝光哪一篇貼文 你就去選它 那因為這個貼文是最新的貼文 所以它自動就先選了最新的那一則貼文 就是這個影片的貼文 所以呢 你要打這種廣告之前啊 你就必須先在你自己的粉絲專頁 先上傳好你的素材 上傳完畢之後呢 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我剛剛這個 你到後台來呢 然後去選擇互動 再去選這則貼文 然後再去下單 刊登這則廣告 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直接在這邊按加強推廣貼文 就可以直接曝光這則廣告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最大好處就是說 將來 你看這邊已經有人按分享了 將來如果有人按分享 或是有人按讚 那這一則貼文呢 它因為本來就已經在粉絲頁裡面了 所以它會一直存在 就算你廣告到齊了 不再刊登廣告了 這一篇文章還是會存在 所以它的分享效果還是在 那如果你不是去推廣本身的貼文的話 你是純粹在裡面 用其他方式去新增 你的那個廣告文案的時候 它的文案並不會直接出現在 你的粉絲頁裡面喔 它只會在曝光廣告 購買廣告的狀況下 別人會看到 但是一旦廣告結束之後呢 那這廣告就消失了 如果你希望你的那篇廣告文章 是持續存在的話 那你就先在這個粉絲專頁 先上傳好你的素材 把你文案先做好 然後再去刊登這一篇的廣告 OK 技巧就是這樣子 這是順序的不同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為什麼從這邊刊登的時候 會發現 為什麼粉絲專頁裡面 並沒有那篇文章 其實我第一次打臉書廣告 也產生這個疑惑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先在這邊刊登 然後在上面放上我要的連結 我比較喜歡刊登影片廣告 因為成本比較低一點 OK 這是一個小秘密啦 好啦 那今天的主要教學就到這邊 主要就是告訴你 他們的不同點 好 我們下次再見